今天要说的这本书名叫煤的故事 这是我们文明的历程系列的最后一本书 整本书大概18万字 我会用大概24分钟的时间 给你说说这本书的精髓 我们来看看煤在哪些方面 改变和影响了人类的历史 我们知道煤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化石能源 但我们平时很少有机会 能够直接接触到真的煤 生活在北方的人可能对煤有更多的印象 大概在20多年前 几乎每家每户到了冬天 都要储备蜂窝煤 用来烧炉子取暖 一般人对煤的印象可能不太好 觉得煤又黑又脏 烧起来有浓浓的烟雾 而且还有刺鼻的气味 而且煤总让人联想起一些不好的词 比如说贫穷落后 环境污染 PM2.5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事 煤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但它至今仍然在我们的生活里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比如说在全中国的发电总量里面 有大概70%的电是煤电站产生的 还有北方城市冬天的集中供暖 也是靠煤 炼钢厂也是靠煤 所以说煤还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能源 尽管煤的地位这么重要 但是人们在煤的使用问题上 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支持用煤的观点认为 我们还得继续用它 因为你很难在短时间内 找到一种既经济又高效的能源 来代替它 而反对的观点认为 煤是环境污染和全球变暖的 主要元凶 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地球的生态 必须减少对煤的使用 那我们该怎么看待 这两派针锋相对的观点呢 我们到底要不要使用煤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对煤 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 也就是不要光知道煤是一种能源 我们还要知道 煤怎么样作为一个变量 影响到人类的文明进程的 好 那这本书就正式回答这个问题的 在正式进入正文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叫巴巴拉弗里茨 他是一位美国的环境律师 他曾经参与过很多燃煤工厂的 环境纠纷爱 对煤有很深入的了解 那下面我就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 给你讲讲煤是怎么一步步影响 人类文明进程的 我们的音频将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煤是怎么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 第二部分 煤是怎样驱动美国崛起的 第三部分煤是怎么影响今天的世界形势的 好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煤是怎么引爆英国工业革命的 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进程里的一次重大的转折点 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前 人们已经在农业科技文化 还有人口数量等问题上取得了迅猛的发展 但是人类始终还是一副东西不够吃 商品不够用的状况 但是工业革命发生以后 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让生产出来的商品超过了所需求的 也就是说 人类从物质匮乏的时代变成了物质充盈的时代 物质文明丰富了 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创造出更多的社会分工 人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所以说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进程里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我们知道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也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英国呢 要知道英国只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千分之二 而且英国的人口只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 但为什么是它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呢 树立的观点认为 这是因为英国是西方最早大规模使用煤的国家 工业革命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铁 但是对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来说 最缺的就是铁 在当时铁的产量由森林的面积来决定 这是因为炼铁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木炭 当时的炼铁技术需要把木炭和铁矿石混在一起燃烧 木炭不光是提供热量 而且还提供大量的炭元素 这样炭就能够和铁矿石里面的氧快速结合 释放出二氧化炭 这样能提高炼铁的效率 不过这样的炼铁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的木材 大约一百公斤的木材 才只能炼出一公斤的铁 一个普通的炼铁厂 一年就要消耗四百英亩的森林 而当时炼铁厂需要木材 普通家庭的生活也是需要木材的 所以到了18世纪初期 英国森林的覆盖率就已经比原来下降了10% 木材在当时甚至变成了一种战略储备资源 成为了一种限购限量的商品 整个18世纪 英国铁产量的一半都要依靠从瑞典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进口的木材 所以稀缺的木材就成为了制约当时英国铁产量的主要因素 那后来这种局面是怎么改变的呢 这个就要说到煤了 英国是煤炭储量丰富的国家之一 在西方的历史里 煤最早就是在英国被发现的 当时古罗马人入侵英国以后 发现了这种深黑色的又泛着亮光的矿石 罗马人就把这种稀罕玩意儿当做一种宝石来装扮自己 有点像我们今天佩戴的钻石吧 而英国也因为出口这种所谓的宝石而闻名欧洲 尽管煤比木材的储量更丰富 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但是如果把煤混在铁矿石里一起烧 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因为煤里面的杂质会污染铁矿石 这样炼出来的铁基本上就是一块废铁 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虽然有煤 但是还是不能用煤来代替木炭 直到18世纪中期 英国人在煤的使用上有了一个新的方式 就是先把煤放在火上烤 这样煤就被烤成了焦炭 这个方法其实和把木头变成木炭差不多 在这个烤制的过程里 就去除掉了煤里面的杂质 这样煤就可以用来炼铁了 有了焦炭 英国就摆脱了对木材的依赖 铁产量大幅提高 廉价的煤终于代替了昂贵又稀缺的木材 成为了工业上最主要的能源 煤在一方面为炼铁提供了焦炭 在另一方面为炼铁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不过还有一个因素制约着铁的产量 而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蒸汽机 在使用蒸汽机之前 炼铁炉是靠水车来提供充足的氧气的 这个原理就跟我们在炉火边上扇扇子一样 但是水能够提供的动力是很有限的 所以一个炼铁厂的规模是相对很小的 产量也比较低 而要是赶上枯水期 水流速度变慢 那这个炼铁厂还不得不缩减生产规模 所以炼铁厂就需要一种 能够持续为炼铁提供充足气流的设备 于是蒸汽机出现了 我们知道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但是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 瓦特发明了一种适用范围更广的蒸汽机 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叫纽科门蒸汽机 是由伦敦的一个小五金商人托马斯·纽科门发明的 不过纽科门蒸汽机非常笨重 而且燃煤的效率非常低 所以它一般被用来在矿井里面抽水 根本就没有办法推广到其他工业上 瓦特当时被人请来 修理一台坏了的纽科门蒸汽机 也正是因为这次跟蒸汽机的偶遇 才让瓦特对改良蒸汽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瓦特很快就想出了提高燃烧效率的解决方案 并且涉及出了体积更小 更便于使用的新式蒸汽机 但是直到八年以后 瓦特才成功制造出了可以量产的新式蒸汽机 这款蒸汽机的燃煤效率是纽科门蒸汽机的五倍 并且应用范围非常广 所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也被人们称为万能蒸汽机 万能蒸汽机的出现代替了水车 为炼铁炉提供了更强劲的气流 而同时万能蒸汽机也提高了焦炭的产量 有了充足的焦炭和充沛的氧气 炼铁的障碍就都被扫平了 从此之后 廉价而又高产的铁溶浆 就不断地从炼铁炉里面涌出 短短几年之间 英国就摇身一变 成为了世界上的产铁大国 正是因为煤代替了木炭 才使得铁的产量提高了 铁的产量提高了 又可以生产制造出更多的蒸汽机 而蒸汽机又进一步促进了煤和铁的产量 让这些原材料变得更加便宜 从而也降低了制造蒸汽机的成本 让更多的产业能够使用这种高效的蒸汽动力装置 煤 铁 蒸汽机 三者彼此相互促进 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到1830年 英国煤产量占世界产量的80% 而到1848年 英国的铁产量比世界其他国家铁产量的总和还要多 蒸汽机的使用 让生产效率比农耕时代提高了好几个数量级 工厂代替了手工业 成为英国的支柱产业 工业规模越来越大 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 商品数量和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人们成群结队地迁入城市 充实着日益膨胀的劳动力大军 1860年前后 伦敦人口超过300万人 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而英国也成为了当时世界的生产中心 它的市场和势力范围延伸到了全世界 一个日不落帝国就此诞生了 而这一切改变都是因为对煤的使用 好 上面就是煤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煤引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今世界的第一强国 美国是怎么样在煤的驱动下崛起的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煤是怎么驱动美国崛起的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 如果英国不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煤的国家 那工业革命还是会发生的 只不过可能发生在别的国家 但是对于美国就不一样了 无论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的哪一个国家 美国都一定会成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国家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发展的后进可以说是深深的埋在地下 没错 美国也有非常丰富的煤炭资源 现在美国已经探明的煤炭储量 接近2500亿吨 居世界第一 我们知道中国也是一个储煤大国 但是美国的储量比排名第三的中国还高出一倍多 所以说美国人也会开玩笑 说自己的国家是煤炭界的沙特阿拉伯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煤到底是怎么样驱动美国崛起的 我们大致可以总结成两点 第一点是以煤为纽带而发展的运河和铁路交通系统 第二点是因煤而催生出的新型劳工政策 美国最早期的工业基本集中在东海岸的两个州 分别是弗吉尼亚州和马赛诸塞州 但是后来大量发现的煤田 却位于东海岸以西200公里之外的匹兹堡一带 当时美国的劳动力还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这就给美国工业的发展制造了一个瓶颈 就是明明知道那边有煤 但是运过来的成本太高了 大量的煤资源没有办法支援东部的建设 当时有两个美国企业家想到了解决煤炭高价的问题 他们的名字叫怀特和哈泽德 他们俩在东海岸经营着一家钢铁厂 他们俩在做钢的过程中 就觉得这个煤炭的成本也太高了 所以俩人就琢磨说 你看我们生产钢铁是需要煤的 但是钢铁的利润几乎完全受制于煤的价格 一旦煤炭短缺 我们就根本没法赚钱 那这么说的话 我们还不如直接去经营煤炭生意呢 后来这俩人说干就干 他们就放弃了本行 转去做煤炭生意了 你看也正是这样脑子灵活的商人 为美国发达的交通设施打下了基础 这俩人为了解决煤炭的成本问题 修建了美国最早的运河之一 利哈伊运河 在利哈伊运河开通之后 原来运煤需要六天 现在只需要一天半了 这就让煤炭的成本降低了很多 内陆地区的煤炭通过运河 送到费城的工厂和很多家庭里 这就让怀特和哈泽德两个人发了大财 后来越来越多的工厂主 也加入到了开凿运河的队伍里 这时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副作用 最开始运河是为了运煤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本 进入开凿运河这个产业 那一定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运煤的利润会变得越来越低 但是这些开凿运河的投入已经投进去了 那怎么继续赚钱呢 所以开凿者就开始运输其他物资 所以说运河里就出现了其他货物的流动 还有人口的流动 从一个微观的层面来看 是一个个具体的开凿运河的商人赚到了钱 但是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上看 就像一个国家的血脉被打通了一样 整个国家的经济流转速度就增速了 这就是用运河运煤的第一个副作用 但是是一个好的副作用 在19世纪30年代 美国已经构建起了一张很大的运河交通网 但是随着煤炭需求量的增加 运河交通系统也出现了一些不足 比如说运河一般只能载一些小型的运输船 而且船多的时候运速就变得很慢 到了冬天运河还容易结冰 但冬天恰恰是煤的需求量最大的时候 所以总之运河有点不够用了 这就催生出了另外一种更快更便捷的交通系统 就是美国的铁路网 美国最早使用铁轨的就是这些经营煤炭生意的商人 1827年又是刚才的那俩人 怀特和哈泽德 他们俩始作俑者修建了一条长14公里的铁路 最开始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就是把矿山上的煤炭运到运河的边上 而且这条铁路特别简陋 是没有火车头的 就是把煤装在车厢上 然后靠地心引力让车厢顺着坡道往下滑 不过这样的运输方式 也比靠骡子和马的效率强太多了 很快利用铁轨运煤的方式 就在铲煤区普及开来 和运河一样 铁轨最开始是用来运煤的 后来就开始运各种东西 后来有动力的火车机车 也就是火车头传到了美国 铁路上的火车才有了动力 让煤炭运输业变得更加繁荣 而反过来 煤也驱动着火车跑得更快更远 可以说铁路网的出现 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经济崛起的速度 好 这是煤驱动美国快速崛起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帮美国发展出了运河和铁路交通系统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个就是煤催生出了新型的劳工政策 南北战争期间 以煤铁为主的北方工业力量战胜了以农业为主的南方 最终让美国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 也正是因为南北战争 煤炭产业才在美国的权力分配格局里占了主导地位 煤炭企业控制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牵动着每一个工厂主的锅炉和数百万美国家庭的壁炉 它们几乎控制着国家所有的煤矿 在1890年前后 美国超过了英国成为煤产量世界第一的国家 在各种使用的资源里面 煤炭的比例高达71% 这种能源格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 直到20世纪初 美国煤矿工人的运动一直受到官方和社会舆论的压制 煤是一柄双刃剑 在生产专制的同时 也生产对专制的抗争 随着煤业垄断公司的不断扩大 矿工群体的规模和斗争能力 渐渐超越了煤炭企业的控制 1902年 矿工联合会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大罢工 迫使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 介入煤炭劳资纠纷 并且做出了对矿工相对有利的裁决 后来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到来 美矿业和矿工组织 在美国经济和政治的格局的权重又增加了 战争和工人的罢工造成能源极度短缺 这就进一步迫使美国政府在制定劳工政策 还有处理劳资关系的时候 变得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通过接触谈判和立法的方式 调整煤炭业的劳资纠纷 也逐渐成为了美国劳工政策的样板 延伸到了其他的劳资领域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煤炭工人的运动催生出了新型的劳工政策 这样的劳工政策为美国日后的崛起提供了保障 好上面就是音频的第二部分 煤驱动美国崛起的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煤而发展出了发达的运河和铁路系统 还有就是煤炭工人的运动催生出了新型的劳工政策 上面我们说的都是煤在过去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看看煤对今天的世界还有哪些重要影响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部分 煤是怎么影响今天的世界形势的 气候政治是今天国际上的一个重大政治议题 而气候变化这个原本属于科学的问题 又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呢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所谓气候问题 无非就是对煤的使用问题进行的一个包装 而它的作用就是发达国家限制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煤的使用问题 是怎么被包装成一个气候问题的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燃烧化石能源并导致大气层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 从原来的280ppm上升到了400ppm 增加了三分之一还多 通过计算机模拟预测 如果不采取减排措施的话 那到了2100年 二氧化碳的浓度还会继续升高 导致气温会升高1.4到5.8摄氏度 造成的结果就是海平面上升淹没沿海城市 而海洋生物因为海水温度的升高而大量死亡 出现更多的极端天气 给人类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甚至还有可能打破地球几百万年来的稳定的生态平衡 当然制造二氧化碳的不光只有煤 石油和天然气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在美国燃烧化石能源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里面 有43%是石油造成的 有21%是天然气造成的 而煤占36% 光看数字的话 你可能会说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不是煤而是石油 但是煤却是这三种能源里面燃烧率最低的 比如说同样是产生1兆瓦的电量 天然气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到煤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在保持总发电量不变的情况下 用的煤最多 而排放的二氧化碳也最多 这就是使用煤炭产生的后果之一 还有就是煤除了制造更多的二氧化碳之外 还排放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硫 臭氧 还有氮氧化物等有毒有害气体 这些气体就是形成酸雨 制造雾霾的主要原因 所以你看煤的使用 确实是给气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它就成为了气候问题 而所谓的气候问题的本质 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就是发达国家认为 通过限制你的煤的使用量 来抑制你的经济增长 怎么理解这个观点 我们拿美国来举例 美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 发电长期以煤电为主 在2005年以前 美国煤电发电量比重一直超过了50% 直到2010年 美国煤电发电的比重才有所下降 但是也高达38% 比比重第二的天然气气垫高出8个百分点 通过对比各种能源的价格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能源的价格直接影响了各种发电方式的比例 在煤油气三种能源里面 煤炭的价格是最低的 每吨是90美元 其次是天然气150美元 而石油的价格是最高的 每吨高达874美元 所以说降低煤炭的使用量 就意味着各种消费成本的增加 这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所以发达国家就把煤的使用问题 包装成了一个气候问题 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好 那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气候政治的本质 那在这个问题上 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还是先来说美国 美国在1998年加入了京都议定书 然后呼吁和迫使其他国家也加入 这样就能限制其他国家的发展 降低他们对美国地位的威胁 但是到了2001年 当时的布什政府又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这个行为是因为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 他们是不能放弃对煤的使用的 尽管美国的油气储量也非常丰富 尤其是液延期 但是由于很多原因 美国一直不怎么开采自己的油气资源 而是大量依赖进口 而且对外的依存度一直在50%到60%左右 历史上的两次石油危机 让美国人意识到能源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 而只有依靠自己国内的煤矿 才能保持能源的独立 所以说美国是不可能放弃对煤的使用的 煤炭是美国能源独立的一种象征 那你可能要问了 每个国家都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但是煤对气候环境造成的影响那么严重 咱们也不能不重视吧 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时候提出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继续使用煤呢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在短时间的时间里 人类还找不到一种既廉价又可行的代替煤的能源 而烧煤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特别是困扰我们的雾霾问题 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在很多发达国家 政府会严格要求煤电站和工厂的排烟道里 加装一种净化装置 这种净化装置并不是我们平时用的那种过滤器 而是一种喷射装置 它把一种化学液体直接喷射到排气管里面 那煤烟里的硫和氮 就会和这些化学液体发生反应 沉淀成为粉末状的颗粒 然后再用真空吸尘器 把这些颗粒打扫干净 这种净化装置能够有效的减少煤烟里 70%到90%的挥发物 效果非常不错 但是一台这样的净化器 就要花几亿美金 而针对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 现在也有一个比较时髦的概念 叫做碳回收 意思就是把烟囱里排放出的二氧化碳给回收起来 并且永久的处理到 碳回收的技术现在还处在实验阶段 但一旦日后技术成熟了 那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也许不应该把注意力 放在是否使用煤这个问题上 而是应该共同想办法 把煤对地球和人类的影响降到最低 这个才是有关煤使用的最切实的问题 好 这就是煤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第三个关键节点 由煤而产生的气候政治 成为了左右今天世界行使的一种手段 说到这 这本书就给你说完了 咱们来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说了 煤的使用引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 在煤铁蒸汽机的共同驱动下 英国成为了一个世界强国 其次我们说了煤驱动美国 发展出了强大的运河铁路交通系统 这为美国日后的崛起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由煤催生出的新型劳工关系 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政策性的保障 最后我们说了 今天影响国际政治的气候问题 本质上是对煤的使用问题 是限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 好 这本煤的故事就给你说完了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对煤的运河铁路交通系统